我想问你 你为什么选择西班牙语 这个西班牙语 在我看来有点难学 是这样 高一的时候 我妈就是觉得我英语不好 然后给我送到美国去 学了一个月的夏令营 在那个高中呢 就是学习英语 然后当时我到了那儿 我就发现 所有人全会说西班牙语 然后包括教我们的英语老师 全都会说西班牙语 然后后来一查呢 才知道西班牙语 这是世界第二大语言 除了中文是最多的 然后就是西班牙语 然后我就对他有了印象 后来呢 在这个高中毕业的时候 然后选择专业 因为我自己本身 模仿能力还比较强 然后又是一个文科生 想想学什么呢 然后就想到这西班牙语 你刚才在西班牙语当中 提到了一个地名 我能听得懂巴塞罗那 对 你是球迷吗 我喜欢看球 你是巴萨的球迷吗 是 我本身也是巴萨的球迷 你们就不喜欢黄马呗 那个地中海的这个城市啊 它有一家餐厅 我问你了不了解 叫艾尔布里餐厅 不知道 这是在欧洲非常著名的 米其林三星的一个餐厅 你转得好硬啊 好不容易说到了球这种 大家都听懂的话题 你说了一个很奇怪的点呢 不是因为我对这个 西班牙的这个 这个巴塞罗那那个城市 非常感兴趣 有十五年左右了 所以徐总您这段话 和他刚才那个东西 有什么衔接呢 不是 徐总 想表达一下 徐总表达一下自我 对 对 对 不是 他是一提到这个 巴塞罗那以后啊 我这个心情啊 人家就是球队好吗 小叶姐 一样的 你在这样让你站起来鼓掌了啊 不是 到达你部门的那一分钟 要看到所有人能站在那儿迎接他 请全体起立 让我们向徐孟良的到来 集体鼓掌欢迎 欢迎徐总啊 欢迎徐总 好 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太叛了 起范了 所以我是一个美食爱好者 你关注一下 好的 好的 好的